夏立妍涮團訪問中國 在黨內也掀起了反彈聲浪 國民黨青年發起連帽 呼籲夏立妍立刻停止出訪 台中市議員張彥彤 更是向黨中央喊話說 請他們放過國民黨吧 就連黨內的人氣王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不挺 表示說現階段 對岸還在台灣的周邊 進行軍事演習 但現在呢 需要參訪對岸 這趟行程值得商榷 你國民黨這些高層 到底是怎樣 我們選舉看不到你幫忙 你也不是執政黨 你到底去中國大陸幹什麼 口氣實在很嗆 但這把怒火 卻是衝著自家國民黨高層而來 布曼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質疑在中共軍演步步進逼 兩岸局勢緊張之際 出訪中國大陸 國民黨青年發起連帽 呼籲夏立妍即刻停止出訪 連帽上罵得更凶 懇請敗家老頭放過國民黨 根本時機不移 這種決策 也實在令人家火冒煽葬 拜託黨重要 多聽聽基層的謎 我們不應該繼續當幫民進黨 擦屁股的煞車皮 不少現任議員參選人紛紛加入 連帽炮火全開 就怕台海危機還沒解除 此事出訪會被抹紅 而民進黨才因臨之間論文 抄襲風波灰頭土臉 不要被對手抓到機會猛攻 轉移焦點 黨專案高層選在兩岸 劍拔奴張之際 仿中侯友宜也不認同 就怕影響整體選情 小雞母雞深深患 黨內不滿聲浪炸鍋 但夏立妍仍不受影響 兩岸關係敏感之際 堅持訪問中國大陸 黨內雜音四起 就怕這趟仿中型 加分不成反扣分 借綜合報導 年紀 Rideau 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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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布